新王冠正式完成加冕 成为拉玛时事国王 除了金光闪闪的王冠之外 还包含一把王剑 象征扫除灾害厄运的浮沉 代表国王威信与公正的权杖 以及镶上黄金的王扇等 总共有28件王室圣物 一一献给泰王 而这些从拉玛仪式流传 超过200年的珍贵圣物 也难得在镜头前亮相 泰王颁布第一道王室御令后 紧接着也进行 册封王后素提拉的仪式 整场盛典庄严隆重 几乎所有泰国民众 也都紧盯电视转播 共同见证着历史性的一刻 而在严肃的仪式中 有媒体也捕捉到 温馨的漏网镜头 只见泰王和家人见面时 先是和二公主施灵通寒暄 接着走向最近身体欠佳的 三公主朱拉棚身旁 仔细叮咛 关心 最后再给大姐乌文乐公主 大大的拥抱 看得出泰王与家人间的感情 相当融洽 其中乌文乐公主更在自己的IG上 PO出与施灵通公主的自拍合照 开心之情 易于言表 而在加冕仪式完成后 5号 6号两天 泰王也会在大皇宫周边巡游 并且在阳台和群众见面 接受各界祝福 记者 最后报道 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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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